第2902集 一缕缕的魔气带着滚滚杀意 从天际升腾而起 疯狂撼动着玄机月的锋芒 水寒,不要冲动 天狱神帝退后一步 只感到萧水寒身上的气息 非常可怕 一旦萧水寒陷入迷失 连他都控制不住 一盏佛灯萦绕着萧水寒滴溜溜旋转 不断释放出温和浩大的佛光 试图平息萧水寒的怒火 这盏佛灯正是佛道珍宝 魔科无量灯 如果在平时 的确可以清心养神 稳住萧水寒的精神 但现在萧水寒精神错乱 整个人壮弱风魔 连魔科无量灯都压不住的 那一点灰红的佛光灯火 在萧水寒滚滚魔气的硬沉下 宛如孤影般渺小 随时都要熄灭 天狱法则 给我镇压了 天狱神帝爆喝一声 双手连连挥绝 一道道法则灵气 落在魔科无量灯上 灯焰佛光突然绽放 想要镇压萧水寒身上的魔气 萤火之光也敢与我争灰 魔吞天佛 萧水寒浑身魔气炸裂 连牙齿都化作了獠牙 他张开口 獠牙尖锐 如太古魔神猛然一吞 居然将整盏魔科无量灯 直接吞噬了 什么 天狱神帝头皮发麻 整个人都惊呆了 魔科无量灯 是太上天女 淬炼过的法宝 乃十二珍宝之一 代表佛门的至高圣火 但现在 萧水寒宛如魔神 居然吞掉了这件法宝 如果是一般人 敢吞噬太上珍宝 必定会遭受反噬 神区爆裂 蹊跷流血而死 但萧水寒早就领悟了一丝 太上法则 他吞噬魔科无量灯 非但没有暴体身亡 反而阴差阳错 融合了魔科无量灯的所有能量 甚至连里面蕴含的上位者因果 也彻底炼化了 刹那间 萧水寒气势暴涨 他的修为境界 因为当年一战被玄机越重创 跌落许多 在天狱重修一步步踏回 始源境巅峰 可他的境界虽如此 但实力远在境界之上 他吞噬了魔科无量灯后 竟是突飞猛进 达到半步还真境 半步还真境 距离真正的还真境 只有半步之差而已 天地之间 魔风骤起 鬼哭神嚎 一尊足足有万丈高的魔神巨影 从萧水寒脑后冉冉升起 贯穿云霄 这尊魔神巨影 背后居然带着佛光 一圈圈的佛光 宛如涟漪般荡漾着 准确来说 这尊魔神巨影 应该叫魔佛 既有天魔主宰的兄弟 又有太古圣佛的无量神威 这尊魔佛手里 还提着一把剑 剑身上缭绕着霸道的 太上法则 如要斩杀诸天 玄机月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萧水寒狂然咆哮 他吞噬了魔科无量灯 彻底炼化佛光能量 再融合上位者因果 连太上法则的威力 都大大提升 刻在骨子里的仇恨 疯狂爆发 萧水寒发出了滔天的呼喊 他要杀上九天 再战玄机月 外面的世界 天空上出现两道异象 一道异象属于玄机月 由女皇威林 仙兮祥瑞的大气云 背后还带着无上援兵的锋芒 另一道异象 则属于萧水寒 足足万丈高的魔佛巨影 手指长剑 带着太上法则的威压 摇摇和玄机月对峙 居然不落下风 玄机月的锋芒再灵力 也压不住上位者的法则 萧水寒剑上的太上法则 正源自上位者 狱外和上界 无数人看到 苍穹上的异象 都是无比惊恶 居然有人能撼动 女皇的威严 到底是谁 居然有资格挑战女皇 这启息不是地势天 也不是来自天人玉 到底是谁呀 如此可怕的魔佛迹象 还有上位者的法则 难道玄机月作恶多端 终于引来上位者的诛杀吗 这不可能 上位者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 有着巨大的法则限制 他们不可能亲自降临 无数人猜测着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有人都以为 有资格抗衡玄机月的 也就只有地势天而已 但现在 这滔天的魔器 却不是来自地势天 也不知是谁爆发的 天狱之中 萧水寒魔器爆发到极致 一剑在手仰天咆哮 正想冲杀出去 和玄机月决一死战 站住 天狱神帝心中大怒 又是一阵震恐 大声喝住萧水寒 他很清楚 玄机月的境界固然虚虚实实 但极有可能 是还真净后期 乃至巅峰的高手 而且又有无上援兵在手 萧水寒如果敢出去 必死无疑 虽然此刻的萧水寒 魔器无比浩荡 但也只是表面的气象罢了 论实力 萧水寒顶多还真净初期 万万不是玄机月的敌手 你打不过玄机月 别去送死 天狱神帝力声喝止 自自如惊雷 要阻拦萧水寒 他耗费苦心 培养萧水寒数万年 岂能看着他去送死 老东西 凭你也想阻拦我报仇 给我吞噬 萧水寒彻底疯狂 连天狱神帝的栽培之恩 也完全抛住脑后 眼眸里只有仇恨和杀意 他张开血盆大口 如魔神降临 咔嚓一口 竟把天狱神帝的虚影身躯 当场吞掉了 他只想找玄机月报仇 谁敢阻挠他 他就杀谁 连天狱神帝都不例外 御灵阁里的弟子们 看到萧水寒 居然吞了天狱神帝的虚影 当场就吓傻了 玄机月 我 啊 萧水寒本来想冲杀出去 但他吞了天狱神帝的虚影 那虚影蕴含的 磅礴灵气能量 全部被他吸收 这么磅礴的能量 足够让他晋升 现在萧水寒直接突破 借着天狱神帝的虚影能量 从半步环真镜 成功踏入环真镜一层天 突如其来的突破 让萧水寒脑袋炸裂 几乎晕厥 浑身灵气暴涌 他半跪在地 斯声咆哮 如蝴蝶即将破茧 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天上的魔佛气象 顿时消散而去 萧水寒突破太极 大道加深 需要时间感悟 这个关头 他自然不可能再去挑战玄机院 玉陵阁诸多强者们 全程目睹这一幕 所有人皆是手足无措 谁也没想到 萧水寒先吞掉魔科无量灯 再吞掉天狱神帝的一道虚影 居然突破至还真境 眼下正是大道还真 天机感悟的紧要关头 谁也不敢打扰他 随着萧水寒的魔威散去 玄机月的女皇气象 也跟着散去了 九天苍穹恢复平静 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 天狱 太上峡谷里 天狱神帝的真身 狂喷出一口鲜血 他唯一的分身虚影覆灭 真身也受到严重的反噬 难道我数万年谋划 就这么毁于一旦吗 天狱神帝跪在地上 指甲深深地陷入泥土中 充斥着愤怒绝望和不甘 萧水寒彻底迷失 已经背叛了他 再也没有人替他斩断情思 他这辈子都将被困在这片峡谷里 到死也出不去 数万年的谋划 就此化为泡影 天狱神帝万念俱灰 脸庞已经没有一点血色 六道宗山门 夜晨 血龙 阎坤等人 看到天上异象消失 所有人都正正地说不出话来 刚刚的一幕 实在太震撼人心了 这时间 居然有人能撼动玄机月的锋芒 简直是匪夷所思 主人 大哥 你回来了 血龙 阎坤等人 来到夜晨身边 默默地看着他 夜晨的眼眸里 带着一丝痛苦 悲悯 挣扎之色 任谁都能看出 刚刚天上的异象 夜晨知道所有因果 不过没有谁敢多问 所有人静静地看着夜晨 没事了 我想休息休息 夜晨叹息一声 并没有多说什么 萧水寒的魔气异象 突然消散 也不知发生了什么 夜晨心里猜测 可能是天狱神帝出手镇压 可惜天狱法则太严密 他推演不清楚 他自然不可能猜到 萧水寒居然这么疯狂 吞掉了天狱神帝的分身 一举突破至还真境 现在夜晨只觉得浑身疼痛疲倦 刚刚在玄天剑坟里 他化身仙道主宰 破掉玄机月的天剑虚影 后遗症还没散去 身体颇为虚弱 他需要休息 是 严坤等人迎接夜晨进山 让他安心休息 房间之中 夜晨盘膝而坐 逃出九天雷敖的血丹 直接吞浮下去 血丹裂开 一缕缕辉弘的气血能量 混合着一丝丝雷霆的气息 不断冲击着夜晨的经脉 在九天雷敖血丹的滋养下 夜晨身体迅速恢复 元气精神也恢复圆满 大元寿的血丹 能量非常充沛 正适合缓解夜晨的后遗症 没事了 夜晨松了一口气 掏出一枚印喜 这枚印喜通体紫色 仙气缭绕 正是紫寿千基印 有了这件法宝 下次我再化身仙宰 也不会这么狼狈 夜晨思存着 紫寿千基印 是辅助施展主宰剑法的 最佳法宝 有了紫寿千基印的辅助 仙气养身 就不会受到什么反噬 萧水寒在天狱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夜晨精神状态恢复后 迅速镇定心神 重新思索刚刚的问题 萧水寒杀意滔天 想挑战玄机月 但魔器异象陡然消失 这背后必有惊人的变故 看来要再去天狱一趟 夜晨默默地思量着 萧水寒一剑主宰入魔 气象这么大 必定会遭受滔天的反噬 他不能看着萧水寒出事 必须要赶去天狱看看 我能看着萧水寒一剑主宰入魔 我能看着萧水寒一剑主宰入魔